Hello everyone, this is Sophia, welcome back to PTE Class.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eparation resources. 但是目前的这些资料,免费的资料 其实已经够用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有哪些资料可以选取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介绍的资料 首先就是官方推出的 这些免费的教材 那么这些教材的话 就可以让大家去了解 PTE的题型是什么 难易程度如何 以及自己做的水平如何 那么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是建议把这些题型的全部做完 当然最后还有这个 Offline Practice Test 这里面呢 有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啊 大家直接拿这个PDF就可以去练习 那么做完之后呢 它还有这种模拟的这个机考 了解一下考试的情况 只不过说这个机考呢 不会打分 那么如果大家做完之后 想了解自己确切的这个水平 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达到 这个理想的分数 可以去买这个官方的付费模考 那么这个模考呢 有ABC三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买一套两套还三套啊 这个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 也就是几十刀而已 比考试要便宜很多 那这个模考呢 就是大家做完之后 它会当场打分 和考试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基本上这个模考的成绩呢 就能说明你当前的水平如何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成绩不够 你就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 然后有针对性的去练习 练一段时间之后呢 再去做一套题 然后如果这个成绩呢 基本上和你的理想分数比较接近 或者说已经达到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报考考试 那么你在这个真实考试中呢 能够拿到理想分数的这个几率呢 就会大很多 大家千万不要就是随便学了习 也不去做模考 直接就去正式考试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只会浪费钱 不会有任何收获 当然呢 可能会很打击你的积极性 因为第一次考试 通常考的都很糟糕 如果你不做这个系统性的学习的话 因为这个PT考试呢 它的技巧性比较强 如果大家最开始不了解这些技巧 直接去裸考的话 一般情况下 考的都是一塌糊涂 让你完全是丧失这个自信心 所以说呢 还是千万不要花钱自虐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PT Class 提供的免费的材料 考试的时候很多提醒 它这个基金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在考前呢 一定要去过这个基金 你平时练得越多 或者说呢 做得越好 你到考试越到基金的这个几率就越大 那么你最后得高分的几率也就越大 那么这个PT基金的话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基金平台上获得 这边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听说读写所有材料 当然呢 除了这个基金材料之外呢 还有些其他的练习材料 比如说像听力方面的老托 或者说呢 科学练习秒 以及这个TED演讲 这些都是我们考试呢 经常使用的一些材料 这些呢 都是免费的 那么与此同时 大家也可以去 关注我们的这个智能揪音小程序啊 因为这个小程序呢 主要是用来听说方面的练习 很多同学在考试 不管是七诈还是八诈的时候呢 往往会卡听力 或者是口语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智能揪音程序呢 就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里面呢 所有的音频都是外教原声录制的 那么尤其是这个RA啊 大家可以跟外教去模仿 跟读 然后自己大量练习之后呢 去录音 然后小程序呢 就会根据这个考试的 内容 发音流利度 三个评分标准呢 给大家打分 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分数 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该如何去提高 反复去练习的话 就会提高自己的这个流利度啊 发音等等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 其他的闯关提醒 比如说像RS WFD 或者说呢DI等等 这些提醒 模拟的就是考试的这种真实场景 让大家有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样的话 考试的时候才能够避免这种紧张情绪 并且对这个考试呢 非常熟悉 了如指掌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日常打卡的一个展示啊 这个左边呢 就是这个小程序 大家进去之后呢 直接点击去挑战 然后就会听到外教原声音频 然后自己跟读 然后去录音 录完音之后呢 这里就会打分啊 大家直接提交 然后根据这个内容发音流利度去读 然后如果标红 就是说明你这些词呢 读错 反复去练习 跟着外教去模仿 你模仿的越好 你最后的这个发音流利度分数就越高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发音流利度呢 是按照这个native speaker定标准的 这个就是满分的标准 你和它的契合度越高 你的得分就会越高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模仿 很多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呢 都是栽到了这个发音或者是流利度这块 那么大家做完之后 还可以看到其他小伙伴的这个打卡情况 好的话可以互相学习 那么这些就是大家的日常打卡 这样的话记录你每天学习的这个成果 上面的分数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指引 自己的这个分够不够 那么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这个分呢至少要达到90分 只要低于这个分 自己就要反复去练习 只有大量的练习 你的发音流利度呢 才能够迅速提高 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料 那么左边的这个干货栏呢 就积累了很多的干货知识 有大家的高分经验 那么中间呢就是这个备考基金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智能揪音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 那么同时也可以关注小助理的微信 获取免费的课程密码 这些所有东西呢都是免费学习的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咨询 好了我们今天内容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及时关注公众号 获取最新内容 我们下节课见喽